清朝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封建王朝 因此清朝的每个皇帝我们都十分了解 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 应该算是清朝历代皇帝中最没个性的一位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嘉庆皇帝既不伟大 秦政也不欢迎无道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毫无特点的人 为什么能成为聪明皇帝乾隆的接班人呢 满清入关以来 在选择皇帝上变得非常开放 以往的朝代势力长子为皇帝 而清朝则是择忧而取 因此清朝的皇帝大多数都是明君 像康熙、乾隆、雍正都是个性先明 拥有自己的特点 而嘉庆和他们相比明显要差得多 乾隆有17个孩子 比嘉庆优秀的大有人在 为什么乾隆偏偏选了嘉庆呢 嘉庆皇帝能成为皇帝 纯属运气好 也可以说是天命所归 乾隆虽然儿子们众多 但老天偏偏与他过不去 这些孩子大都英年早逝 还没有成年就早早离开人世 到了嘉庆皇帝出生的时候 他的十四个兄长中有八个已经死去 乾隆立太子的时候 一共只剩下了两个人选 一个是嘉庆皇帝永远 另一个是十一阿哥永兴 永兴明显比嘉庆要优秀得多 聪明睿智 才气横溢 做事很有主见 怎么看都是永兴即位 但是乾隆感觉自己掌控不住永兴 他虽然退位 但是舍不得却舍不得放全 嘉庆皇帝什么事都听乾隆的 是一个很好的傀儡 所以乾隆才选了次一等的嘉庆 也导致清朝从嘉庆开始衰败